首先如何去做地址的切割 首先这个公司所在地 好公司所在地 滑鼠右键 我们直接做复制资料行 滑鼠右键点选这个栏位名称 重新命名 麻烦请输入地址 好然后这个地址里面 我要先分割 限制别 然后再做行政区 第一件事情 我是把这个市改成市逗号 好所以来做这件事 首先地址 然后取代 然后接下来请在这个地方 取代在这个地址 要寻找的是市 然后取代为市逗号 然后确定 接下来这个桃园县的县 各位 那是在那个年代 现在已经叫做什么 桃园市 好 平正区 好不过我先不管 反正就是因为县市名称的改变 我现在没办法先去做 我至少先去 只要是去到县 把县后面多加个逗号 所以一样滑鼠右键 点选地址 点选取代值 然后这边输入县 取代为县逗号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仔细看 只要先看前面这三个字 因为我要进行第一次 县市 栏位的一个切割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前面是不是都有逗号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去做地址 县市的一个区分 所以我现在呢 做分割资料行 分割资料行 如果您的 因为我们 我们在这边使用 以下会有版本的差别 如果你用滑鼠右键 你找不到分割资料行 请在这边找 就是点到地址 然后接下来再转换 这边有分割资料行 那点选这个 转换底下的分割资料行 好 滑鼠右键 你找不到分割资料行 有可能 那你就找 转换底下的分割资料行 底下的这个 因为我们是希望 有遇到那个逗号来做分割 而不是三个字把它分割 好 来请点选 呃 分割资料行的一个 分割 分割符号 然后 麻烦请选 逗号 而且是 最左边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 最左边的就好了 确定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做完这个资料分割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检查里面有没有 NUR 所以 点入 载入更多 所以你看没有空子 那我怎么知道没有空子 是因为 第一个就是全选的下一个一定是NUR 那这边看到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 好 那就代表说 至少我现在拿到的资料 它都有填 县市 名称 我们先重新命名 滑鼠右键点选名称 然后请改成叫做县市 我接下来我就要去数数看 数什么呢 数这个 这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22个县市 好 载入更多 所以你去看一下 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像桃园 我们看一下桃园 桃园县 我就必须要把桃园县改成桃园市 这个时候应该还有台中县吧 没有了 好 那就只有桃园县没有改 因为现在这个是2013年 2013年确实桃园县还没有改制 好 所以我不改其实也是对的 各位要知道台中市 它在2011年吧 改制 好 这不知道也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只讲资料清理里面 如果你看到台中市跟台中县 那你当然就要把台中县改成台中市 然后你再去算 这个县市的行政数目是22 好 那这边我就暂时不改了 因为我重点要跟各位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就是地址.2这件事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